3C高科技产品的普及 不只带给民众的生活便利性 就连在阅读习惯也都有所改变 台中市立图书馆也开始推广电子书 民众只要注册账号就能够免费借阅 不但方便省时 系统也会设定自动归还的时间 让民众轻松享受阅读生活 打开网页动动手指 一本书就轻松的借阅成功 还能使用家里的平板随时浏览 是用3C高科技工具来借阅电子书 不但快速方便 也能省下往返图书馆的时间 就是说它没有地方的限制 你随时在公车上 或者是在会议之中间的休息 或者是在图书馆里面 或者是在家里 甚至于在等公车也可以用 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空间的限制 这是电子书的最主要的方便性 每次你可以借五本 所以你想要看的书 你随时可以去借 看完了以后 你也可以把它还 然后你可以随时再去找 找你要借的书 然后把你放在你的书柜里面 就直接你想要看的时候 就直接可以拿出来看 台中市图书馆目前已经建置 超过一万四千本的电子书 民众只要注册好账号 就能直接借阅 不必跑到图书馆就能看书 而且时间一到系统就会自动归还 也不用担心续接的问题 那我们的电子书的一个使用 从民国97年开始就有 所以只要民众有手机 或者是平板 甚至桌上型的电脑 只要可以上网的地方 那都可以在公共图书馆里面 只要你有借书证 都可以登录成为我们的会员 那可以24小时无限的来使用 图书馆表示包含像是期刊 绘本语言学习等书籍 都有开放民众来借阅 为了推广电子书 目前也在进行邀请多所学校到馆参观 希望让大家都能享有便利的阅读生活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道